全世界的贸易战都打了火热 我们来看看中国它是如何成为发达国家粉碎机的 平衡车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玩意了 现在有上班族其实它上班了 也有家长给家里小孩买来做玩具的 品牌不限 大家网上随便搜一搜 一辆平衡车它最便宜 差不多能到150块钱左右 价格多在200到500这个区间内 当然也不乏一些价格高昂的精品 反正但是总体上给人的感受 也好像就不是啥高端产品 也就是一自行车 但这玩意儿还真的就不简单 平衡车它的优点就在于小小轻便 转向去接近于零 仅凭操作者身体的小幅度变动 就能灵活的在很小的空间内自由活动 百度百科就显示 平衡车它的运作原理 主要是建在一种被称为动态稳定的基本原理上 以内置的精密固态陀螺仪来判断车身所处的姿势状态 然后再通过中央微处理器计算 发出适当的指令 所以操作的人们就能可以通过改变自身的重心来完成加速减速前进后退转弯等各种操作 平衡车它的模型最早就是于1985年由日本教授提出的 2001年美国科学家迪恩卡文成功将它发展成为了一种新型的交通工具 取名叫做赛格威 最早的时候一个平衡车 大家可能想不到它能卖到8万美元 8万美元 结果卖不动了 太贵了 当时就只有这个阿拉伯土豪在买 后来降价到5万美元 但是5万美元它也非常贵 那些按照现在的汇率也相当于30万左右 最后卖到2万美元 市场也不死不活的 最后这项技术到了小米手里 马上就推出了1000美元的东西 再后来国内各大民营公司大战身手 直接就变成了大白赛 不过现在这玩意儿 在欧美还有相对配得上它价格 老王找到的最低价格是122刀 近期的汇率是1美元 差不多等于6.6843人民币 那一辆平衡车在欧美最便宜 已经抹掉零头 815 你看人不惯人家东西不上档子 那中国愣是把一个人挺牛逼的东西 给你搞成了白赛家 但也不只是这个小小的平衡车 我们再说说这个通讯行业的交换机 交换机它是一种用于电光信号 转发的网络设备 它可以为接入交换机的任意两个网络节点 提供独享的电信号通路 那计算机及互联技术迅速发展以来 这个交换机更是网络建设的核心部件 需要依靠交换机 它才能实现互通互联 但是15年前 交换机卖到国内的时候 一块20万 过了5年降了一半10万 10年前 中国就有了这个中高端的国产交换机产品 又过去3年 故障率就稳定在了欧美产品的一半了 价格也就跳水了 不到1万 再后来 很多欧美交换机厂 它直接就倒闭了 被中国民营企业的这个白菜价格产品给逼了 到了现在 网上随便花个100多就能买个交换机 凑几台电脑就能搭个局域网玩玩 但是中国把这种高端产品 白菜化的能力 也完全是被逼出来的 互联网是现在出现的这个新技术 但交换机它不是 20年前就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技术了 可国外的产品就是能 5年才减少一半的价格 那原理是什么呢 原因又是什么呢 其实也就是技术垄断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臭不可闻的协议了 瓦森纳协议 瓦森纳协议又称瓦森纳安排机制 全称为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控制的瓦森纳协定 目前共有包括美国 日本 英国 俄罗斯等40个成员国 瓦森纳安排是一种建立在资源基础上的集团性出口控制机制 就是通过这个成员国间的信息通报制度 提高常规武器和双用途物品及技术转让的透明度 以达到对常规武器和这个双用途物品及相关技术转让的监督和控制 那我们就抓下重点 技术转让 协议成员国中几乎就没有发展中国家 那中国更不是其成员国 说白了就是技术拢断 那瓦森纳协议他声称 我们不针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 也不妨碍正常的民间交易 也不干涉通过合法方式获得自卫武器的权利 但无论你是从他其成员国的组成 还是该机制的现实运行情况来看 这个瓦森纳协议他很明显就是让成员国抱团成为一个集体 并且在针对发展中国家 限制技术的转让 发展中国家他就无法拥有核心技术 只能是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代工厂 赚取了微薄的人工费用 最后成为西方工业体系下产品的侵交力 不过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脾气来说 那怎么愿意 怎么甘心愿意成为一个倾销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我们搞这个工业化搞得如火如土 但无论是精密机床 数控机床等基础工业 还是导弹雷达舰艇 航空航天等尖端产业 它都需要集成电路来作为核心 可当时芯片全部都需要进口 关于芯片老王之前也讲过 即使是最低端的 科技含量成本最低的芯片 也得花高价到这个国际市场上拱 还会动不动就射到别的国家搞封锁 那一段时间我们这个中科院微电子所 清华微电子所 还有这个复旦微电子所等一批微电子所的主要工作 就是来开发集成电路的生产工业 掌握了一个阶段的生产工业后 就公开展示一下我们取得的成果 后来美地的行业协会就游说国会批准开放此项产品对华出口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能力自主开发运生产了 而这之后不用五年 那国产技术就可以成熟到不再需要欧美产品 那技术封锁肯定是会对中国造成一定的麻烦 导致工业化速度不得不放缓 但是它欧美的芯片失去了中国一个巨大的市场 对于他们自己也是不能承受的损失 现在中国仍然在进口大量的芯片 但是一方面 中端以及以下的芯片绝对是能够国产的 只进口高端芯片 但是贸易战后高端芯片也成为了我们下一个重点攻坚的项目 那还有就是为什么国外的这个中产阶级 蓝领白领可以每周只工作五天 每天工作五个小时 下午喝个下午茶 每年还能修一个多月的代薪年假 十年前建条铁路的成本大约是200亿 那其中机电设备占却至少80亿 国际产品生产生 他们用这个5%的商业成本拿走8%以上的利入 掌握核心技术 他就是可以用极低的成本来获得高额的保守 中国也是攻陷了这么多产业后才发现 原来老外赚了这么多钱 以前当时没有想到他能赚这么多钱 当然后来引进欧美技术 到这个研发国产 再到这个踢开老外 这样的故事也就屡见不见了 所以发达国家粉碎机是什么意思呢 曾经很多人就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收入差异的原因在于政治制度 金融 甚至于文化人种 少部分人认为是中国无法追赶发达国家的科技优势 所以中国必然无法发展起来 更无法实现发展 但中国实业家们证明了 这个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的优势 和技术上的优势 它并不是永恒的 中国不会一直位于国际产业链的末端 被西方的高科技企业高高赛上的吸血 也是不可能一直这样存在下去了 所以我国传统民营企业 常常就被批不重视新技术的研发 只知道抄袭界限 但这部分企业却一般都是 专注于攻破现有本国或者是外国产品的技术壁垒 并且只要有一个企业 它攻破了壁垒 无数的同类企业就会迅速涌入 这个壁垒往往就会全线崩溃 同时还能产出大批次的系统 包括部件供应商 像平衡车交换机 以及没有说到液晶电视等等产业 它其实都是已经如此 而未来高端芯片 还有高端无人机等贸易战中 被美国卡脖子的项目 必然也是要走上类似的道路 就是这些不搞创新的企业 它截断了那些缺乏足够技术实力的发达国家的后路 并且不断侵蚀其产业基础 紧紧的摇在他们身后 而国内一部分创新型企业 则负责下达对这些国家的生死判决 我们就能看到 从QQ照抄AZQ再到推特来抄微信 中国创业大潮 它已然改变了中国与世界产业的格局 中国市场它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市场 不仅足够大 现在也依然有大量的不规范和法律空白 但也正是依靠中国混乱又庞大的市场 无数只针对狭小市场的创业公司 它发展下来了 它存活下来了 从移动支付 共享单车 再到社区团购 这些企业尝试着最新的商业模式和最新的技术 用一种类似于生物进化的模式 不断的将整个商业环境向前推进 以至于我们现在可以自豪的发述 越出国越爱国的感叹 尽管良悠不起 中国的创业型公司还是正在前方堵截 封锁了这些缺乏足够国内市场和研发实力的 发达国家的上升路径 向他们发出了 你只能到此不可向前的死亡选择 传统民营截断后路 创业公司前方堵截 发达国家它忙着自救 忙着工业4.0 但实话实说 我们中国有技术 有生产力 中国还有重要的国内市场 中国可以对所有其他发达国家说 我不是针对谁 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此处手动消音 再唠叨一下老调常谈的东西 中国它目前的技术水平 生产能力 正是全面工业化 以及新技术革命的结果 B站的陈平俱老就有一个观点 工业化它不是一个资源积累的过程 而是一个新旧产业新陈代谢的过程 但新中国建立之初 一片废墟哪来的工业呢 连西方世界淘汰的旧产业也是没有的呀 那前些年 这个全球化理论大行其道 还有造船不如买船 买船不如造船的说法 那中国哼哧哼哧的改造这个瓦良格号的时候 多少人拿印度说事 说印度用最少的钱 完成了向世界航母大国的喘变 我们花了大力气改造旧航母 造完了也比不上人家最低吨位的航母 说我们典型吃力不讨好 但事实上就是早在冷战时期 到底是造船还是买船或者是租船 我们的领导人其实就早就已经定下了基本论调了 当时西方世界就构造了自己的国际分工体系 苏联斯大林定下了第二个国际分工体系 金湖会 也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分工体系 所谓分工简单讲就是乌克兰造船 俄罗斯造唐克 中国加入到社会主义阵营之后就面临一个问题 中国是否要接受苏联模式的国际劳动分工 最终我们拒绝了 在当时中国的产业还太弱 基本上是没有工业基础的 苏联给中国的定位是能源出口 我相信大家也理解这个定义 苏联还提议 中国工业的整体规划由苏联人提供 机器也由苏联人来操控 领导人就意识到 如果加入到苏联主导的国际分工的话 中国只能是作为原材料产地 加入到全球产业链的末端 这样的分工对中国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也绝对不是什么可发展的战略 我们的领导人当时就决定 绝对不接受西方或者是苏联主导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 坚决搭建自主的工业体系 不然我们不就成了侯花园了吗 后面大家也都知道 中国建国前三十年 日子确实是相当难过 孤立无援 但我们咬着牙完全是从无到有 经过两代人的努力 我们发展了全球最齐全的工业体系 拥有最齐全的产业链 而在新技术革命中 我们也坚持构建自主的科学体系 发展中国自主的独立的学派 在开放竞争中实现双轨制 一方面我们吸收未来的新的科学技术 另一方面 军事技术民用化 以及军事工程师 也到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中去 而且中国人口多 比世界发达人口的综合还多 中国原来的小农经济也焕发了新的生命 到后来就如我们开头所讲的 中国白菜化一切成为了名副其实的 发达国家粉碎机 而印度修个航母你都修不利索 还能给修沉了 不过话说回来 啥时候才能下水一辆老王老家命名的航母 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 我们现在也是农业社会 在社会分工中依然是农民占主体 中国以农民为主力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 也依靠农民取得了现代化的阶段性胜利 我们成了现在一个拥有完整产业链 最全工业体系 以及最大劳动人口市场的国家 现在我们的产品已经是可以和跨国公司来竞争了 不仅让欧美的产品在第三世界没有竞争力 西方世界中也充斥着我们大量中国制造 我们还能让他们嫉妒 想封设法 枪取豪夺 想夺我们的技术 鹰匠从自己主导的分工体系中抬起头 抽空看了看隔壁兔子 摸了摸自己秃秃的头顶 发现 咦 这不对呀 这家伙不是吃萝卜的吗 不过目前啊 确实几乎所有领域 我们都没有制定标准的话语权 只能是努力的来符合国际标准 依然在很多领域 由拥有核心技术的发达国家拿走最多的礼物 不过5G就是一项突破 中国率先的研究出5G 成为5G技术的标准制定者之一 而美国5G还遥遥无起 这就已经挑战了美国在高精尖技术领域的话语权 那作为技术领域的霸者 美国它很明显 很显然就知道垄断技术 掌握技术话语权的好处 可以抽全世界的血 席卷全球财富以非自身 所以中美之间爆发贸易战 它根本就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中国自主掌握产业链 并希望实现产业链升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战 但是我们拥有和美国打贸易战的实力和底线 这是几十年的血和泪铸就的基本完 从以前亚洲四小龙的辉煌 到提出感应超美的口号 到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 再到预测中国将在2030年成为世界第一 中国后来居上 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 成为名副其实的发达国家粉碎机 老王我相信这是只有中国才能创造的奇迹 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老王有话说 不凭对错 只论话题本身 你们的每一个三连都是对老王最大的支持 下期见